Hello 大家好 我是猫哥 在华江妹挑到一台好的手机需要多久 当你走进市场各个档口的那一刻 你就需要知道你要什么样的机子 市场的机子分为小花 亮机 冲芯 一般我们拿的冲芯 橙色比较多 橙色好看一点 看起来心里也比较舒服 二手机器绝对不是说你家做的比较大 你家的机器质量就好 二手机器一机一旷 如果说你家做的比较大 也从侧面证明 你家的垃圾货也比较多 我们新手过去拿机的风险还是挺大的 在这里没有打击各位的意思 成熟个人七八年的经验 收机器的经验 运气好 刚刚到货很可能几分钟就能收到 前提是测机能过 如果过不了还是要退的 测机肯定要测一些艾斯沙漏机大侠 3U等各项数据 还有一些功能的检测 主板的情况 更多的时候拿到机器真的只是一个开始 二手机器经常也有拿不到货的时候 二手机器因为没有办法做到统一的标准 质量外观内存太多不确定性的因素 外观层色全靠个人的把关 如果你稍微走深 九九星的机器 你可能挑到九层星 当然九层星的机器里面你也有可能挑到九层星的 这只是概率的问题 概率很小 所以有时间好几天才能拿到符合标准的好货 我经常挑机比较严格 因为有自己有点轻微的强迫症 找不到合适的机器宁愿退款 也不想找随便找一台应付粉丝 因为这对粉丝非常不公平 做手机没有门槛 同时门槛也非常高 市场很多卖手机的一波又一波 唯有认认真真踏踏踏实实的才能做好机子 做手机在角落上我坚持了七年 总之用心才能做好机